很多朋友这两天可能听说了 上海等22个城市要试点住房养老金 其中上海已经开始试点 计划在年底推广到全市 在8月23号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副部长董建国表示 研究建立房屋体检 房屋养老金 房屋保险制度 构建全生命周期 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目前上海等22个城市正在试点 其中房屋养老金个人账户 已经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建立起来了 试点的重点 是政府把公共的账户建立起来 按照总部长的说法 那么事实上上海这些城市 最近一二十年的住房 已经实际上加入了住房养老金的制度了 因为这些新房 它都是交纳过维修基金的 第一任业主是强制交的 即使说房屋过户了 那么维修基金也会过户给下一任的业主 所以说这些新房的个人的账号 事实上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然后政府要想办法去弄点钱 建立个公共的账户 以后有个检查维修房子的需求 个人账号和公共账号一块出钱 把房子修好 跟养老金的做法差不多 就像你退休之后领的钱 一部分是过去自己的储蓄 而另一部分就是养老基金的公共池子里面的钱 你乍一听 这好像是个好事 其实事实上目的它也是好的 是为了减轻未来房屋维修的个人负担 但是现在争议比较大 而很多反对的声音 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这个小区保养的比较好 维修基金基本上都没有动用过 可能我未来的一二十年 我都不需要去补缴维修基金 但是你这个住房养老金 是不是每年我都在交 交了我又用不到 你看这不是变相的增加我的负担吗 还有有些老房子当初没有维修基金 我可能觉得政策不错 然后我交了 但是我的邻居他没有交啊 一旦涉及到公共的维修项目 邻居由于他得多拿钱吧 他不修了怎么办呢 那你是给我修还是不修啊 你要不修 我交的钱算怎么回事啊 如果你修了 那这不是谁耍赖谁受益吗 就房子这玩意儿啊 跟个人毕竟是不一样的 实施起来 什么幺蛾子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说有人不看好 住房养老金这个事呢 到底好不好 就咱们想要评价呀 必须 你得知道来龙去外吧 你首先要很了解这个事 你才有评判的资格 上来咱就说他好与坏 不负责任啊 住房养老金呢 说实话啊 这真是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你在别的国家呀 还真是没有类似的先例 这个事最早的起源呢 是在两年前啊 2022年 当时有一个事 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 2022年的4月29日 长沙一栋居民的资建房啊 坍塌了 事故最终是造成了54人死亡 9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9000多万 非常惨烈呀 住建部呢 在两天之后 5月1号就召开视频会议啊 部署开展全国资建房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并且呢 在视频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来了 要研究建立房屋养老金的制度啊 更好的解决既有房屋 维修资金的来源问题 这呢 就是我能够查到的 最早的啊 房屋养老金的起源 又过了20天吧 2022年的5月24号 国务院办公厅啊 印发了关于全国资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第一次明文指出来 要完善房屋质量安全强制性的标准 研究建立房屋定期检查啊 房屋的养老金和房屋质量保险等制度 在2023年和今年呢 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和委员提出了房屋养老金的提案和议案啊 也就是说吧 这住房养老金呢 已经酝酿两年了 只是在今年 特别是在这几天吧 开始热议起来 了解了起源之后呢 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呀 为什么在中国要探索这种制度呢 别的国家对此有没有 类似的操作呢 我们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呢 答案是令人沮丧的啊 还真没有 那些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呀 这就不说了啊 他们还想摸着中国给我过河呢 而发达国家的做法很明显的 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啊 甚至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 西方的发达国家嘛 对于个人的老旧房屋的维修 这基本上是靠房屋保险啊 你交了保险 房子倒了啊 龙远峰吹跑了 被火烧了 这没关系 有保险公司啊 给你兜底 但是如果你没交 哎呦 那不好意思 你流落街头去不 可没人管你哦 很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美国夏威夷 2023年8月8号的那场大火嘛 死伤惨重啊 2000多栋房屋被毁 这惨剧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了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说是在中国的话 那么肯定灾民们都已经搬进新居了 而且自己不用花一分钱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救助灾民的同时呢 肯定还要追责呀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发生的 受处理的干部 绝对不可能少于遇难的灾民 比如说死亡50个人 那最少要处理80个官员吧 死亡100个人 最少得处理掉200个官 对吧 即使说有个别的官员啊 以后再启用 比如说现在热议的那个郑州的啊 调到文理局的女书记 那是以后的事了 反正当时大量的官员都是要 都是要陪葬的 而且呢 大部分陪葬的官员呢 这辈子不可能犯事了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但是咱们反观夏威夷的大火呢 还是在不排除人为纵火的情况下 迄今为止啊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担责陪葬的 这已经让我们理解不了了 不过呢 这毕竟是个悲剧吧 对吧 死者已经走了 你把活人给照顾好 行不行啊 哎 不行 美国政府没有这种义务啊 你爱死哪死哪去 对吧 这种事别麻烦政府 要说美国政府一点都不管 那也不对啊 无家可归的灾民呢 很多现在一直都住在那种民宿公寓里边 联邦的紧急事务管理署啊 也是支付了一部分住宿的费用 而且呢 也跟民宿协商啊 减免费用 还有很多慈善机构啊 也做了很多实施来帮助灾民 还有州政府啊 希望把一些原本用于旅游出租的公寓啊 能够改造成住宅啊 给灾民使用等等等等吧 但是你光说有啥用呢 效果呢 事实上已经一年过去了 灾民仍然是无家可归啊 而且没有人为之负责 咱们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啊 就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啊 中国用不了 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人家是小政府啊 政府真的没有义务 也真敢不给你修房子 而民众呢 他也理解 对吧 你自己不买保险 你怨谁啊 对吧 流落街头 那不活该吗 但是在中国你试试 说一个两个呀 还可以 真是出现了几百上千个无家可归房屋损毁的 即使说没保险 你政府也必须得管 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吧 你要想推行西方的那种房屋保险制度啊 难度很大啊 老百姓没有动力去买保险 这就是中国式的房屋养老金设想的起源和背景 大政府啊 他有保障老百姓租房的义务 但是政府呢 又没钱啊 以后要修的房子是越来越多 你上哪儿学吗 这么多钱去 没有办法了 那咱想办法搞个住宅养老金制度吧 所以你要说呀 住宅养老金制度好是不好 那这也是相对的啊 对个人来说 肯定是不愿意多交这一份钱 即使说愿意交 你这个钱如何管理啊 如何去使用啊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公平性如何保障呢 哎 还有如何审计监督 如何保值增值 你现在这八字都还没一瓶呢 对吧 很难有说服力啊 对于政府来说呢 他现在是真没钱 同时呢 他又有大政府的义务 未来肯定是要花这笔钱的 所以呢 要试点啊 力求尽快的摸索出来 好的经验和模式出来 其实我们看啊 从最初的一个想法 到今天的试点啊 这速度已经很快了 才两年多点的时间 由此可见吧 住房养老金这个事啊 政府是真是想把它落地的 我的看法吧 这个事啊 要想落地办成 必须得先立法 而且呢 是单独立法 现在应该是在 全国代表性的地方啊 摸索经验啊 然后呢 以立法的形式 推广全国 和个人养老金的制度一样嘛 你首先要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在社会保险法 立法的基础上 单独还要再出台一个啊 住房养老金的统筹管理办法 这些细则 你要明文规定啊 哪些房子该收 如何收 如何管 如何用 还有如何监督的问题 就在这些明文法出台之前呢 其实住房养老金呢 它不是个问题 不值得考虑 也不用搭理它 基本上吧 没有实施起来的可能 没有人造成这样的问题 还有很多团队 统筹管理办法 老金的你 根本上